另一个交通焦点是连接双北的中校桥 在重新通车之后呢 今天迎战开工第一天 大部分驾驶都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塞 不过呢新北市交通局认为 今天不塞是因为民众改走中心桥和台北桥 而且有很多人提前出门 才分散了中校桥的车潮 中校桥进城车道 上班尖锋流量不小 少了高架引道提早下桥 北市府事先不断提醒用路人 年后上班要提早20分钟出门 不过好像没有想象中塞 就今天还蛮顺的 没有塞车 没有啊 没有塞 那你有提早出门吗 对我是提早 就怕车证回堵早上不到8点钟 北市交通局长钟慧玉就开始紧盯 索性观察一整天状况 包括了中校桥和民众担心塞车而改走的中心桥和台北桥 除了早上8点有些堵车 9点后就恢复交通顺畅 到现在整个快到6点的时候 目前台北桥中校桥跟中心桥的状况 都还算还蛮顺畅的 交通局正面肯定一整天的交通状况 不过北市交控中心分析 包括了中校桥和台北桥 相较施工前 上午尖锋时间车流量分别增加3%和4% 中心桥更是明显大增14% 对于原来在中心桥它的车流量的部分 在原来统计率是比较低 因为它的基数比较低 所以它的成长比例也比较高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整个道路的疏解率 就是说假如是疏解状况不错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提供充分的资讯给用路人 让他们可以选择比较好的路径来行驶 开工第一天车流量还算通畅 后续能否持续保持 交通局表示仍需双北市民持续配合 记者综合报道